嗨,大家好,今天我们做萝卜糕 那做萝卜糕除了要准备食材外 还要准备蒸糕的容器 像这种烘焙用的容器都行 就是不建议用塑料的 我们用四方做的萝卜 大约是2000克这样子 我们做上满满的三大罐 那如果你不想做这么多的话 你可以减半或者取我食材的三分之一 首先是香菇丁 广生腊肠丁 烙肉丁 干杯末 红葱头和虾米 中间这碗水是沉淀过的泡香菇和干杯的鲜水 萝卜去皮 去掉两头 给它一段二 把它变小 这样握在手上就方便了 先用刨子刨成丝 到最后我们拿不了了 再刨就要弄破手了 我们就留着它 到最后一起用刀切成丝 这些萝卜丝先把它捏干水分 然后把萝卜水放入小容器里备用 大容器变小容器 该洗的都洗了 尽量保持桌面干干净净的 接下来我们再用一个tablespoon的盐 把萝卜丝捏一下 去掉萝卜的腥味 捏匀 捏匀后 萝卜里还会出来一些水 这个水我们就不要了 因为这是盐水来的 留着会太咸 但是不要捏干它 开火放少许油 葱头先下给它爆香 然后剩下的材料可以不安顺序 通通一起下 然后给它翻匀 我们加一点白胡椒 五香粉 保持大火 不停的翻炒 直到炒到它满污汁都是香气 大火大约炒个一两分钟 它那个香气就会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把一开始 泡香菇和干贝的水倒入 紧接着萝卜丝下 萝卜水下 给它铺匀水面 盖上盖子让它煮开 趁这个时间我们准备粘米粉 今天我们做的量多 我放整包的400克 再加一勺大约在100克的淀粉 可以不要那么精准 但是我建议大家放 因为淀粉会让糕在冷却后马上变得结实 加600cc左右的水 给它混匀 开了以后 我们先把它翻匀 然后把正碗面糊倒进去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火转小一点 否则它容易接底 这个时候我们要不停的翻 让它一点点变成糊状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蒸盘里了 放前我们盘里面要涂一层薄薄的油 这样倒出来的时候方便 然后装好以后 我们要这样炖一炖 这样这块糕就结实 再也就是我们放的时候 不要放太满 留这么一点点距离 因为它蒸好以后 它会有一点膨胀 接下来萝卜糕是用蒸的 开水上锅 冷水上锅都可以 只是水开后要记得计时 一般中火在60到70分钟之间 一小时后 我们用牙签试 面粉不粘牙签就熟了 上面的水器 可以用厨房纸吸掉它 完全冷却后 就与容器分离 冷却后 我一般都会把它倒扣到辣子上 包好冷藏保存 要吃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 一块块切成片 萝卜糕一点点都不吃油 煎的时候只需要放一点点油 否则你会感到太油腻 煎到这样两面金黄就可以起锅了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